电视剧《如意传》是要开拍了 这部剧讲述的是甄嬛儿媳的故事了 女主公人选也已经确定了 并不是呼声很高的孙力摇 而是周公子周迅 《甄嬛传》原著作者刘恋子 在完成《甄嬛传》小说的创作之后 又耗费了五年时间 潜心打磨《甄嬛传》续作《如意传》 如今该剧出品方新力传媒对外宣称 将于今年八月正式开拍 女主角如意以最终敲定 由周迅出演 而这也是周公子的首部轻弓题材作品 大家都说我不演电视剧了 但是其实我一直在期待一个角色 其实在电视剧《甄嬛传》的结尾处 这位如意就已经华丽登场了 她就是蔡绍芬饰演的皇后的侄女 乌拉娜拉青英 也就是后来的甄嬛儿媳 乾隆皇帝的季后 正好你来 你表姑母过世 你也理应去景人公治理 臣妾只知寿康宫 不知景人公 且乌拉娜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 但更是大清的罪人 臣妾应当公私分明 如意传与《甄嬛传》无缝衔接 讲述的是乾隆与第二位皇后 乌拉娜拉氏之间的帝王婚姻 以及这位传奇女性的浮华悲歌 该剧导演是否还是郑小龙 目前尚未公布 而演员阵容也在陆续敲定当中 在郑岛这方面呢 她的答复是 如果剧本好的话 她一定会拍的 如果有合适的角色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